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来到的地方是金门琼林村的西郊一门三杰坊 它是有一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叙述在清朝的道光年间蔡仲桓的妻子陈氏 她在29岁就守寡了 结果她独立地抚养她的两个儿子长大 结果没有想到她的大儿媳和二儿媳也分别在29岁和21岁就守寡了 结果她们三人都非常的克敬节俭 后来苦敬甘来 竞享天伦 所以后人就替她们树立了真结牌坊 而现在呢 这个一门三杰坊也是成为了文建会列为的三级古迹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金门的一座行至相当完整的墓园 叫做秋凉宫墓园 这是文建会列为国家二级古迹的地方 在墓园里头呢 有十马 十羊 十虎 还有翁仲 那么呢 这个古迹保存的相当的完整 秋凉宫是何许人也呢 他是清朝呢 清脚海盗有宫的勇将 因此呢 他的一家都相当的显赫 他是金门人 所以呢 也葬在于此 这个墓园呢 保存的相当的完整 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现在来看看 从两个月角发表达到五岁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秋凉宫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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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凉宫母节效仿是位于金城镇 那么在金门真的可以说是处处有古迹 处处有温情 秋凉宫是清朝时候的浙江提督 他奏请曹廷为他守节三十多年的母亲 而建立了这个珍节牌坊 因此叫做秋凉宫母节效仿 这个做工相当的精细 可以说是古迹了 文建会也评定为一级古迹 是在74年评定的 你可以看到上面 它的实材的雕工相当的精细 食材都是清朝食和泉州食 上面雕了不但是有龙柱 云纹 还有凤凰 麒麟 八仙 献幅等等的 雕工的姿美真的是叹为观止 我们可以看到秋凉宫母节效仿 它的实作都有八只狮子来夹住 也就是四对狮子 那这狮子都是没有颜色 只有这只狮子有颜色 原来是有典故的 每一天太阳一出来 一先日照 先照到就是这头狮子 所以大家认为它具有灵 所以还有很多人在这里持香拜拜呢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大家 现在呢我们在金门的金城镇吴江街呢访问到了邱两宫的后代了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邱长青邱长青你是邱家第几代第八代第八代这是阿嬷阿嬷你好好好好你是第几代 被拉呆对吧好这是邱家啊他们一直都保有这个故宅那您知道呢我这个中国人台湾人呢有一个习俗啊就是不能够啊回娘家归民分娩生产那为什么这个习俗来源是在哪里呢原来啊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个大将军叫做李光贤那邱两宫呢我们也为您介绍了他也是浙江提督 都是非常显赫的就他们二人所生的地方呢都是在旧家生的结果呢他们旧家反而家到中落他们两人显贵了后来明天就传说千万不能够回娘家生孩子啊否则会吸娘家的灵气吸到这个人身上然后他们呢就会发可是旧家就会没落这个故事是从你们家开始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 不清楚不清楚啊那你现在住在这边我们来访问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让一下来我们来看圣子来弃墙你有宽过没有哦他们家很大胆哦用圣子来弃墙哦你要告诉我们这段故事吧讲你小小的这个不清楚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两块圣子时呢原来是当时清朝的皇帝呢刺剑绝府的时候 想要来放置府地大门前访之用后来呢原来呢邱家后代子孙他们构地未遂所以呢就不见地了那后十子孙就将这两块圣子时呢作为补墙之用了 有很多人来你们家去投吗有啊有很多啊今天来这里来这里去上那里去上啊 我驾驾你来哦你是你们家来不是观光圣地的吗你一个人都来你们家子吗有时候来 多人來 先來拜祭 這個家什麼時候有的? 我也不知道 老的不再問得清楚 這是你們家 我都知道你們不知道 我告訴你好不好 這個是清朝的時候 因為邱良公他是金門的後僕人 那金良公後僕人 因為他關注得很大 他教海道有功 加上李光賢 他們都是大將軍 因此他們就賜有這個宅地 來光伏他們的財地 那這個宅地這口井 聽說還有很多人來拜拜 在這裡拜拜有嗎? 有來這裡拜嗎? 拜祭祭 拜這個有嗎? 我拜天的祖先 拜天的祖先 好 那我們 我天有啦 拜天的祖先 有對不對? 好 多謝喔 多謝 看到這個聖子氣牆 相當特別的一個景觀 天的祖先 幸好 感谢观看